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南郭看新闻 我是公益频道的执行长谢仲南 现在用这个风在吹烂下去发电 是一种真的反驳 它还未产生团的清晰的发电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 摆的风机都是在划币 像我们众法的外海 是非常适合来 乞与李宗的风力发电机来发电 众法管政府这一两年 有看到我们自己的油店 人人的状态 现主席已经有一条470亿 后来要把我们投资下去发电 广顶对这非常重 最近还有带人 去美国参观 现主席 我们先来看一段 张华县政府为提升县辖产业竞争力 并与国际接轨 由县长为民股率团赴美10天 走访张华县在美国成功发展的企业 并访问当地国际科技及绿能大厂 积蓄经验 三日上午在县府新闻处 向乡亲报告三大面向成果 没有这一次去招商最绝的三大的成果 第一个我们去宣慰僑胞 尤其是参加我们北美彰化同乡会的年会 第二个我们去国际大厂 像微软 特斯拉 还有 KUGO 以及 苹果去这些大厂 我们去招商引资 也推动我们张华县的 绿能的政策 那我们 也跟CLS 也就是国际绿能的认证单位 签订这个MOU的备忘录 我们张华县在开发 海外的风场 以及路上的太阳能 我们得天独厚 有这么好的一个天然条件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风跟光变成电 创造我们张华县县民的财富 县福主团前往美西行销绿能跟招商成果丰硕 魏县长向美商招手 希望能有更多国际企业前来张化投资 并与美国旧金山的国际非盈利组织 资源简决方案中心 合作推动绿电认证 同时也希望能吸引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台湾乡亲返国 将不同的文化视野与经验带回家乡 返乡深耕服务造福乡子 为推动张华未来招商及绿能发展 作为前进的动力 公益频道林居民张华采访报道 这风机是败在哪里我们经济部的任何环境 它有把我们换出来在我们中华的外海这个地方 我们中华的地方是非常适合来设计这个风机 这风机一支差不多在海面上的一百七十公图 一百七十公图差不多有五十五十楼 它那个山椅子差不多有五十七十五公图有关 经济部能源给予它是怎样惊认我们中华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你看看 它在我们外海差不多六十公里来这些 都是海底的沉度不超过五十公图的地方 我们刚才有看到 它这个风机一支如果要把它装在外海 你这海的沉度不可以太高 你如果太沉那装下去不可以 而且效果很差 成本就很高 那我们中华能源局在我们外海整个风场 那这个风场里面 在这个民政 差不多有我们中华官的两倍半大 大家的风亭是用做的 这些公司他们来跟他们做 做之后下去发展 那我们整个我们中华的风亭是 我们台湾省里面去多战 所以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来做发展和照项 另外有一个科路就是说 这么好的所在在全世界来比起来 我们也是比人更加強 在能源局的整个我们全国里面 有三十六厘的风亭 我们中华就有占21厘 差不多是三分之二都在我们中华 那我们中华的风在吹很穩很窄 所以整趟天都可以用 那我们这个好的条件 是别人住不住的地方 那这个风亭在发展 它是这样 风亭吹下去后 它的电发出来 接下去它海底的电纜 海底的电纜 像我们现在外面有看到 它这样在碰的时候 它接下去海底的电纜里面 那这个海底的电纜 一定要把它挠出 接它外面来 接它外面来 流去到台南的变电所 那这个套过变电所 整个也送出去到工厂 或是我们街街虎虎虎 或是客户 企业 这些地方来使用 所以啊 如果要设这个 也要经过地方的东西 因為它的影響到我們地方 比如說市民 拜科林就要輔助專業 所以我們要照相 這就是我們跟這裡的生理人 要繼續來講的地方 中華這個離岸風力發電 這幾年照相正有成果 我這裡有一個表給你們看 我們現在有照到四間大公司 第一間全世界最出名的 丹麥的丹楊Energy的公司 它要給我們投資三千五百億 三千五百億 一支風機差不多10億 三千五百億 差不多它可以給我們製作三百幾支 再來第二間就是我們自己的台電 台電它要投資三千三百億 這個部分進電很快 再來就是像這個豪洲 還有一個玉山能源加拿大 這個Northland Power這個公司 它也要給我們投資一千五百七十億 第四間就是尚尾新能源 這個公司 它差不多要投資二千一百億 這些總共加起來 差不多是一條四百七十億 一條四百七十億 就是定義一萬四百七十億 一萬四百七十億 這個如果發電下去 它的電量一年差不多可以發在 一百三十七億 那那麼多了 我們總共加官政府 為什麼要這麼認真來照相 因為 這個發電 我們剛才有說 它這個 都會賣了 送去台電 就是說 這些公司 它在我們的離岸 來設這個風力發電機 發出來的電 一定要賣給我們的電力公司 一年一百三十七億 多這麼多 賣的時候 就是營業的生意了 營業的生意 我們就可以挑一個稅金 就是營業稅 營業稅是國稅 電影中央 大家有本 我們現在儲告現出市的標準 是 差不多一年 如果這些都採下去 一千基的這些風機都採下去 我們差不多可以收到 四十一億 的營業稅收 四十一億 差不多現出市 中華管政府的總議省 稅數 包括學校 警察 消防 衛星 這些單位的人 大家的 這個開機 建設的開機 都會 差不多十分錢 就是可以從這裡來收 這是 相對明顯的 一個好處 再來 我們 這些風機 一定要有人為何 這些人 要請 平均外國現在在算 如果一支風機 穿了差不多十八年到二十三年 這麼多 你看看 一千基 如果穿下去 誰沒有 他還有一萬八千的人 是來做 這個三業的 這個工作 就是要顧這個風機 這個風機 也是要有人 維修 他也是會派 也是會努 派的努 一定要靠什麼 靠準者 出去修理 這個順序 要有地靠 靠盤 要在哪裡 我們 中華飛降 中華飛降 南方 現在 經濟部有跟我們建立 這非常適合 因為 你要照顧 這一千基的風機 這個順序 要有地靠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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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降 後面 運維崗 運維崗 那只收益 一年 最起碼 在出益 以上 這條錢 全政府 就賺得到 再來 再來就是說 我們中華 很多三業 都是在做機械盤 一千基 那 常常會派 要派 要派就要換新的 我們才好 剛才好把這個機械盤 讓我們中華 這些機械盤 有一個 路頭又走 後面 不斷來生産 甚至 我們的學校 來設 優管 離岸風力發電 在照顧 這些 學生 來學校的 這樣後面 產官學 大家 都可以 變成一個 三業法來經營 當然 在這個三業法以外 它還有什麼好處 你想 這 一千基 它 會在外壯觀 有的人 還會在 核心 來試試 這個效果 是非常好 觀光的效果 也很好 那中華 因為 我們自己在發電 我們的工業 區 會在 後面 又有很多人 他來投資 因為我們的電影 供應 比別人 更好 他們來 投資 設賬 我們中華的 產業 會反映 後面 我們中華的 稅收就要多 稅收要多 建設 就一定會 對得多 現主席 大家可能 要看不到 說 他的 性格 都在哪裡 但是 現在台電 已經在照標 要把它拆下去 這個工程的部分 那順利 三年後 大家就看到 這些 風機 在我們的外海 來安排 要設下去 再來 其他這些 外國公司的 他們 就要 更貴 環評 現在都已經在進行 對我們環境有影響 如果轉下去 他們就能開始 跟 能源局 來 簽約 來做 這個風場 開始來設 這個風機 這個風機 如果放進去 我們中華的外海 會非常 漂亮 我們中華 現在 非常利用 我們的 日後 我們的風的熱 發電 日後 風 都是我們的主緣 我們中華 非常好 後來 後來 這個發電 讓我們中華 會猜猜 這個 沙烏地 你不自由 不高興 後來中華 真的會變成 一個風光大線 今天 我們的探訪 大家 收盛 感謝你們 收益 再會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